农历七月 爐主在廟前掛上宫燈 信眾們繞圈跪拜 嘉義東石溫港浮海宮 最特別的是這一個 拿金紙當容器 靠近香敲一敲 小心折起來收好 正是被長輩們視為 保平安的重要任務 撿爐丹 其實就是俗稱的撿香灰 想要撿爐丹 不能少了這一步 我不會同意給了聖杯才算數 家裡如果是大人 如果身體不算款 或是這些小孩感冒不好 來給他撿一個樓丹 回家吃平安 或是說七月二出 這些家裡回家 一年到一年而已 所以就把他說 撿一個樓丹回家吃平安 七月二出 比較多人 整個人 整個人 都都叫來了 嘉義東石溫港 信眾們拜拜普渡 不只撿爐丹 有的人還會在家門口 掛上這樣一盞燈 現在要撿爐丹 把燈泡掛在斗粒裡面 用芒草綁起來 掛在家門口 這是東石 農曆七月限定幾項 我們這位是都會騎中間 這裡的紅色就是這樣 我平安 拜佛道公拜我們 祭拜好兄弟 信眾們保平安小廟招 拔筊撿爐丹丹 家門口掛公燈 越來越少見 儼然成為地方特色 下令星期五會上夜3G小組 嘉義縣報導 我從來越多了 我從來越多了 我從來越多了